哎 小孙女贵 就 最近有一次 那个 那 大陆那句拍的那个《雪爹音声传》 在香港播 啊 有一场戏是打的 看 一看看到 啊 跑 跑过来 耶耶耶耶 啊 啊 I scared scared 怕怕 我什么 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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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说不要怕 不要怕 啊 啊 倒着倒着 哎呀 很有意思 很好玩很好玩 小孙女就一撒娇一点了 整个人都软化了 自从杨敏女儿小糯米出生之后 就为刘家增添了无限欢乐 两年柔生做爷爷的刘丹 只要一提起孙女 那也就表现得甜滋滋 讲起小糯米的得意识 更是侃侃而谈 要知道 自从小糯米出生以后 主要生活在香港 由爷爷奶奶照顾 刘丹现在接的工作很少 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宝贝孙女的身上 谈到孙女的近况 刘丹一脸喜色 还爆料孙女两岁多 就自己学会唱歌了 特别呆萌可爱 同学讲话 学会了 一会儿一会儿唱一首唱个歌 唱个歌也没听过唱过的 那个时候才不过两岁 两岁多一点的时候 昨天有一天在家里自个唱 给海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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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一步 哎 我从来没听着唱过 在学校也刚学会了 马上唱了 就常常有这种事 很有意思 对 很好玩